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经常我跟大家分享说 保养腿就是保养我们的第二心脏 就说明腿的重要性 而且有一句话叫做人老腿先老 为什么人老腿先老 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一般血管经常会堵塞 大家都知道的 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 或者是自己高脂肪的东西吃多了以后 就容易引起血管堵塞 那么为什么脚是很重要的呢 而且为什么随着年纪的增长 首先腿是最容易衰老的地方呢 是因为我们血管堵塞 70%的堵塞的地方是哪里 是我们的腿部 你可以在周围的朋友 或者亲人身边你看一看 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年纪大的人 他的腿总是凉凉的 硬邦邦的 血管都是就是鼓鼓的 那个都是血管堵塞的现象 但是血管堵塞 在腿部的堵塞 大家都不是很重视 大家重视什么呢 重视头部的堵塞 但是头部的堵塞的话 一般在我们如果按照100%的比例 来分配的话 那么头部的堵塞是只占20%血管堵塞 虽然只是20% 但是大家很重视 因为头部一旦堵塞 可能就是老梗 然后身体的堵塞呢 会占在10% 而70%的堵塞都在腿部 而且那个腿部 它是随着时间的增长 慢慢慢慢增长 增长以后呢 就走不动路了 那个静脉曲张了 血管突出来了 它没有 虽然它没有生命的危险 但是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是有很大的损害的 那么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再分享一个 腿部经常运动 让它把血液循环起来 其实这个方法蛮简单 就是四个动作 我跟大家来分享 那么第一个动作 就是把腿 就是先把右腿伸直 然后这个脚尖 朝前绷直 绷直 绷直完了以后呢 就这样 踢腿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然后停住 停个五秒钟 然后放下来 然后左边脚也是先伸直 绷直 脚尖绷直 然后也是踢 左边也是十五下 十五下完了以后呢 就绷直 停个五秒钟 然后放下来 这是第一个动作 那么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也是脚撑直 它就不是脚尖绷直了 就脚尖往后勾 往后勾的时候 你就能感觉到 这个脚后面 就腿部后面 有一根筋 绷得很紧 然后呢 也是这样 这样推 也是 这个是往后勾的绷 也是十五下 用劲的踢 其实就是踢腿了 十五下 十五下完了以后 也是停五秒钟 好 放下来 然后左脚 伸直 脚尖往后 绷紧 然后踢 也是十五下 十五下完了以后 稍微停个五秒钟 然后放下来 这是第二个动作 那么第三个动作呢 就是先把双手 把凳子扶着 让自己就坐稳 然后呢 就是也是脚尖 脚尖绷直 脚尖绷直 然后两个脚一起绷直 就像骑自行车一样 骑自行车 骑多少下呢 骑三十下 绷直了 两个脚尖一定要绷直 就是这么骑自行车 好 然后放下来 这是第三个动作 第四个动作 就是这个脚尖往后绷 两个脚尖往后绷紧 然后呢 两个脚一直下 也是这样 骑自行车 也是这样 骑自行车 骑三十下 好 结束 这四个动作呢 要 就是慢慢的来 循序渐进的做 其实别看 这四个动作很简单 其实它的功效 还是比较强大的 而且你要做到什么时候 是觉得 做到位了呢 第一个 你觉得有一点点累 你看我现在做了以后 你就觉得有点累 而且身体呀 微微的出汗 他这个就做到位了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的腿呀 就是暖暖的 温暖的 然后呢 做完了以后呢 你就把手啊 就把腿呀 就这么拍一拍 拍一拍 放松放松 放松放松 放松 你就会觉得你的腿部整个很暖和 而且它的循环在增强 而且你全身的循环都在增加 但这个动作就是让你的循环增加 让你的血呀流动起来 为什么我们腿这么容易堵塞呢 就是因为我们常心的不运动啊 或者是老是坐着 或者是老是站着 特别是老是坐着和老是站着的 特别容易引起腿部的堵塞啊 我们经常讲腿部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啊 那后面如果一堵 那心等于是心脏就堵了嘛 那么人就循环不畅 循环不畅 他就会 那个 那个腿是 冰冰凉凉的 发麻 痛啊 慢慢的走不动路啊 整个就是这个那个问题都出来了 所以腿部的 那个平时的运动 是非常重要 而且这个运动的非常简单 啊 无论什么时候啊 只要往那一坐 这四个动作 实际上说起来是四个动作 实际上就是两组动作 就一个脚尖奔直 一个脚尖往上往上勾啊 就这两个动作 就是来来回回这么做 做个十五下啊 第二个动作做三十下 然后就放松一下就OK 所以这个动作可以帮助 我们能够增加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 所以很多是 不见得是很复杂很高深的动作 能够解决问题 很多小小的动作 很简单的动作 可以解决我们身体的一些大问题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